不要一直纠结那几根破线呐 很多初学者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 以为线条就是基础 一个线条就练习了两年半 别人都能够出去写生呐 你还这个那练习线条呢 看完本期视频 让你早准练习的方向 数写飞速的进步 其实你只需要了解 常用的线怎么去画的 用在什么地方就足够了 为大家做了一个常用线条的归纳 大家按照这个学就够了 不用浪费时间在线条上 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直线 我们很多同学画直线的时候呢 很容易画歪 告诉你们画直线怎么去画 其实手腕是固定的 靠手臂发力 这样的话我们画直线才直 那么一般直线呢 我们运用在建筑 以及画一些比较坚硬的物体的外轮廓 第二种呢就是月牙线 就是一个弯弯的曲线 那么植物的岸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到一些这种月牙线 我们去画的这个植物的岸面里面 这样植物就会有体积了 还有呢画这个瓦片 它也是用月牙线这样一组一组去 罗列起来的 接下来就是极致线啊 你看 写一个极致 我们把极致线连起来 我们画植物的时候 植物的外轮廓它是凹凸不平的 我们就可以用到极致线去表现 特别是这种灌木虫 然后里边其实我可以用到月牙线 也可以用到八字线去填充它里边的明暗 这个是我们画植物的一种方法之一 那么接下来是连笔十字线 我把写十字的方式去连起来 你看这样去画 这个东西看上去很乱啊 实际上用到哪些地方呢 你像有一些墙面 墙面的这种状块写的比较自然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连笔十字线 对吧就像写十字一样的 我可以把墙面的这种激励感去把它表现出来 那么第五种呢 是波浪弹簧线 这个波浪弹簧线实际上就是一种曲线 就是连起来 那么这一类的线条 我们通常用来画这种水波纹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块石头 底下有波浪的水纹 我们可以用到波浪弹簧线 从远到近 我们都可以这样折着去表现 好最后一种就是快排线 就是我们可以用到直线曲线 或者是任意的一些自由线 去组合在一组线条里面去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排了一组线条 是吧 我可以用到弧线 我画了一组线条 你看这个时候我画的是比较大胆 果断的 你会看到我的线条非常的流畅 有力量感 而不是我们在画直线的时候一样 画的非常的慢 这一些线条呢 我们可以用到画到一些物体的暗色 上面 你比如说我这里画了一个这个防颜 那我就可以用到一些快排线 我去画的这个暗面里面来 动作要快 知识要帅 这就是我们干笔数学里面的 六种常用的线条了 不愿意死记硬背的同学可以收藏一下 到时候直接拿出来看就可以了 有时候要填到这里呢 直接就滑走了 如果你滑走的同学啊 那你简直是错过了一个亿啊 重点我们在后边 接下来呢 我把这些线条组合起来 画一幅画 这些线具体能用在哪些位置 以及需要注意的点 都会在这里给大家讲到 首先呢 我们用铅笔 把我们要画的对象给它勾出来 这里呢 我画一个小房子 然后呢 带一些植物 铅笔起稿 这里就是把大体的形状给它描出来 方便我们勾的时候 不至于把位置画错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大部分的线条都是直线 但是我没有画的很直 很多纠结线条的同学会说 那不行 我必须给它画的笔子笔子的 画了半天 累得要死 别人 妈的不学了 这就是纯粹给自己找苦劳了哈 很多好看的速写 哈 大家可以发现啊 线条其实不一定要直 但是整体一定是充分能体现出主题 当然 如果你是做设计的同学 还是老老实实的去画直哈 好 位置我们定下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用到钢笔去勾线了 勾线的时候 我们先从整体入手去画 而不是说我定的这个局部时间去画 这里就会涉及到我们用直线去画到建筑的框架和轮廓了 我们第一步呢 一定要是先整体再局部 形材不会少 尤其是新手同学 这个点要注意 在画的过程中稍作停顿 把这些东西先给它宽出来 有个同学呢 看到这一些细节就非常的害怕不敢去画 没有不敢去画的啊 就是用手臂摆动起来 用直线去把这个框架去给它定定下来 哪怕你这个线条没有画直 画了一个歪的 只要你整体的方向是对的 画出来也不会难看 我们整体的把框架画出来之后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去画这个里面的细节了 你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瓦片 对吧 瓦片我刚刚讲到月牙线 月牙线用小弧线去勾 有的同学在画这些瓦片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就会画错 因为你没有注重这个瓦片的这个趋势 直接去画的话很容易把方向给画错 所以这里我建议你用铅笔 先去把这些瓦片的趋势 先去大致给它勾个轮廓 这样画的时候呢 就不会出错 有了这个轮廓的标志之后呢 我们再用月牙线 怼在这个 哎 缝隙里面去 我们敲个重点 有同学在画这些瓦片的时候呢 它是如何去画的呢 它很有可能 只要这样连起来 结果就发现这个瓦片很假 没有这个瓦片的这种叠加的效果 其实我告诉你们啊 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瓦片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瓦片 我应该在这个后边这样去画一片 它是这样叠着的 而不是说它是并齐的 如果你并齐的话 你画出来非常难看 所以这就是我前面所讲到的 我们画这些线条 不是去为了去画一根线 而是说利用这些线条呢 去把具体的元素给它画出来 当然我上面我这里还留了白 如果有个同学很喜欢 把东西全部给它堆满 堆满之后呢 又发现哎呀这个地方不对劲 实际上这个地方 又会设计到一个构图的知识 就是我们画东西都要留点余地 不能够面面具到全都给它画满了 先把所有的月牙线的地方 我都给它勾勒出来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到月牙线去画这个植物的暗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变通 不是说所有的植物暗面 我们都是用月牙线去画 这里我只讲了一种 还有很多种方法 像八字线呢 还有一些这个真为到位去表现呢 我是讲了那么几下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翻一翻我前面的视频 这个框架里面呢 当然还会有到一些窗户 我们用到一些快速线 把窗户型给它画出来 它不会跑 它始终是在这个框架里面 你只要你大的框架型准确了 接下来都好吧 我们在画细节的过程中 我们要留意到我们画到什么元素了 比如说我这个墙面里面的东西都画完之后 我往下去画 这里遇到了植物 对吧 植物我们想一想 然后里面想一想 植物用什么线去表达 讲过的用极致线 写极致的方式去把这个植物的轮廓给它勾出来 所以植物它会把后边的一些细节给它遮盖住 我们要预留出来一部分结构 让植物把这个形给它遮住 画到这里的同学就问 老师你这个植物的形和图片怎么不一样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们画的东西就是要为了整个画面和重点去考虑 我们这个地方要画得细还是概括 你比如说这个植物我肯定不要画得很细 我这个里边我多留一些白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周围有很多地方 我把结构都画得很清楚了 如果说你想象一下 我把这个植物也画得很细 周围我画了很多阴影 是不是这一块就糊成一块了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同学画东西 没有节奏的原因了 就是因为你不会去留白 不会去取舍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主观的把这个植物 留一些白出来 二面呢 象征性的我们用到这个月牙线 稍微的带一带它的阴影就可以了 好继续往下面来 我们又会遇到一个砖头的墙面 连笔十字线去表现 但是我们画的时候注意 这个墙面上面会有一些小的绿子 从这个地方伸出来 所以我们用到几字线 先去把最前边的一些遮挡 我们把这个植物给它画一下 好再用十字连笔 我们把它连起来 大家看到我画这个色彩的时候 没有把它全部画满了 为什么我给它留白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把这一个横向的这个面 你全都画满了 画面的受光背光 是不是就很弱了呀 你看我留出来这一块的白色 正好恰恰是受光面 这里是比较亮的吧 这个地方是往远出去走的 退到后面去了 所以这里我就主观的去跟它留白 其实很多时候 留白也需要根据画面的这一个 受光背光去考虑 而不是说盲目的去留白 好最后一步呢 我们去找画面的一些阴影层次了 我们用到快排线 你看这几种线 我们都运用到了 接下来我们用快排线去画这个阴影 快速的去拉这个线条 注意疏密的变化 有个地方颜色浅的 光照充足的 我们就稀疏一些 在暗面的颜色比较重的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排的密集一些 注意好这个点 这里是木头的纹路 可以带进给下来 快排线的话 不管是竖的 横的都需要去画 窗户里面的一些重视 在画的时候 需要注意好 我们画线条的方向 这个里面是横着的 我另外一个重色呢 我这个时候可以斜着的 或者是竖着去画 这样画的画面就会有变化 不会是黑一片了 好 阴影层次我们画完之后呢 最后我们用到这个波浪弹簧线 去模拟底下的水的一个投影 后边的密 你看前边的稀疏 循序渐进的 往这个前面去画 这样呢我们整个画面 就把这些个线条 全部运用到这一个小房子 植物的组合里面去了 当然我们后边还有一步 就是调整画面的整体的细节 用到一些小点 用到一些小的曲线 去看看哪个地方 我们需要补充的 稍微再来一两笔 去完善整个画面的和谐度 所以今天你学完 以后就不要抓着一根线不放了 放过他把求求你们了 学好构成元素的技巧 以及构图等等其他的一些技巧哈 这个才是关键 这一些呢在我的系统班 我都会给大家讲清楚 那最近也是双十一道了哈 我的系统班呢有活动 大家点击我的主页看看 我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系统班 有什么想看想学的话题 可以留在我的评论区 我会从中挑选一些话题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同学们拜拜